現在位於是巴黎市第四區的市政廳廣場 這裡是巴黎市長的辦公室 也是法國重要的政治活動場地 市政廳也是這屆巴黎奧運的馬拉松起點 馬拉松42.195公里途經不同的名姓古蹟 包括有這裡的市政廳 也有羅浮宮、國家博物館 也有巴黎大王宮 一直到凡義賽宮 接返回巴黎市中心 去到榮君園作為終點 為何要說這條路線呢 因為1789年 有一場由女性發起爭取自由主義 和政治改革的遊行 名為這個凡義賽遊行 都是根據這條路線來走的 當年就由市政廳這裡一直走到凡義賽宮 將法國的歷史和運動完美結合 正正就是2024巴黎奧運的目標之一